姐姐 你都出来找刺激了 还想那么多干嘛 开心点 是 竟然都决定要离开江湖 那我交情什么 交情要怎么会去当保姆 还是被他的家人继续撑起来 吃这个 有时间做这些 还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给阿恒生个儿子嘛 你只望他给我哥生儿子 你还不如指望雪妃姐呢 那嫁进来五年了 肚子是一点动气都没有 要我 下等人就是下等人 命迹 我还不上 下等人家的 你已经是脑外中期了 这个肿瘤已经有五分这么大了 再长大一点 随时有可能压迫神经导致死亡 那医生 我还有多长时间 慢的话 半年 快的话 三个月 江浩 你能不能跟姚雪妃断了 我说了多少遍啊 我和姚雪妃没什么 她是江家的养女 是我的妹妹 宋静宇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一时一归的 我一时一归 你妈跟你妹每天都说我下检 说我怀不上你们江家的主 要我给姚雪妃让位 这也是我一生一归 还是说 在你心里你根本就觉得我配不上你 江浩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求着我放弃高薪工作 放弃设计师总监 给你当家庭主妇的 我没有这么想过 静宇 我今天很累了 有什么事我明天再说 我们之前没以后 就算我放弃自己的事也放弃自己的人生 小心翼翼的做一个家庭主妇 我也永远像个谱人 但现在 每几十亿都对 你不需进 滚 滚 宋天宇 我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 你要这样对我 是 你没有缺我吃什么 但是你缺心眼 怎么 你现在觉得我给你戴绿帽子不高兴 那我呢 我为你放弃事业 给你当家庭主 你让我天天跟你的青梅竹马住在一起 你妈跟你妹 天天说我实相的赶紧让位 那我是什么很贱的人 静宇姐 你误会了 是文娜和阿姨舍不得我 想跟我成为一家人 你给我闭嘴 宋静宇她是不是疯了 舍不得你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你们俩锁死 非要等我结婚之后 拿你来恶心 怎么 你是觉得二手男人强起来很像很带劲是吧 静宇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二手男人 宋静宇 你说我是二手 走 跟我回去说清楚 你放开 你放开 宋静宇 要让你在江家待不下去 你放开我 你放开 妈 你的礼书到哪去了 看来人呐 真的是会被带坏的 妈 你也别怪哥 是让他娶了这么一位 下等人吗 你说谁是下等人 说你啊 怎么了 我 孙静宇 你是会帮我啊 整天下等人下等人的 你是有多高贵吗 大清都亡了 我又不是你们家保姆 你真当我没有脾气啊 清禾 你就看见你们的这样为他气负吗 你看看你娶她好媳妇 静宇 你现在马上 你不想让我给姜文娜道歉吧 你想说什么 你不会想让我给姜文娜道歉吧 看来你也没瞎吗 怎么我欺负他你能看得到 他欺负我你却视而不见了 他疯了他 还有你们 你要干什么 你不就想让我跟姜恒离婚 给你的好运你让位吗 行 我同意了 我还要祝他们俩和和美美一生生一窝 怎么样 满意了吧 金鱼姐 你真的要和姜和哥离婚吗 是啊 恭喜你了 死了一场 金鱼 与其一人折磨自己 不如发疯放过自己 反正我现在已经没多少日子好了 再说了 无论我怎么样 许贵和姜文娜都不会结束 让开心大家都别哄 宋静宇 你疯了 难不成你真想跟我离婚 我刚刚表现的还不更明显吗 哎 之前你说过的 只要我们在一起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会离开我 这才几年 你都忘了我 我之前还说过 只要你肯护着我 不管什么事 我都能坚持下来 可是你就到了 金鱼 我终于期待你 从今以后 我已经非常喜欢你 你 我相信你 江家是豪门 你是江市总裁 我可以理解你吗 可是你呢 你理解过我吗 你妈跟你妹每天是怎么欺负我的 还有杨雪菲 你知道我每天跟一个 寄予自己老公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我的感受吗 你只会让我忍一下 你会说 你已经很累了 让我不要拿这件事来烦你 可是江河 你知不知道 他妈忍的都快小脑萎缩了 金鱼 行了 我不想听你说 交给你记住 不是你妈跟你妹要赶我走 是我送金 要 你不明白 情话会怕就为他翻译 你不明白 全精神与神 yes 什么 你真打算就这么放下你们家江恒啊 放不下也得放下 江家那群人就是神经病 我之前是太认他们了 现在当回泼妇 简直不要太爽 说的对 与其精神内耗自己 不如翻封创死别人 你早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来姐妹 干杯 你不明白 三妹 从现在开始 谁也别想到他绑架我 我也要为自己哼活一回 喂 宋静瑜 你妈又带着你弟来要钱了 你昨天晚上说要跟五哥离婚 全是装的是吧 说什么 亲家母啊 你看 咱们两家这关系 我们家药主要结婚 想要金鱼给他买套房 这要求不过分吧 再说 药主呢 也是你的晚味不是 你要是能够多给那么一点 哪怕就那么一点点 药主也会感谢你不是 是啊 阿姨 您看我姐啊 都嫁进姜家这么多年了 每天忙前忙后的 这没有功劳 也该有苦劳吧 您代替他多给我点钱 也不过分吧 对对对 四个脸要亲亲我 说话就说话 你靠这么近干什么 好 对不起对不起 规矩我还是等 阿姨 金鱼姐是江横哥的妻子 这没错 但 您还不知道吧 金鱼姐 已经向江横哥提出离婚了 您说 您就这么跑到姜家 跟伯母还有文娜要钱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啊 你 你说什么 说什么离婚了 什么 这个赔钱货竟然敢跟我姐夫离婚 他 管江横叫姐夫 管我叫赔钱货是吧 管江横叫姐夫 管我叫赔钱货是吧 哟 你不是要跟我哥离婚吗 怎么回来了 还是说你要离婚是假 实则是想以退为进 来帮你妈和你弟要钱呢 文娜 你别这样说 金鱼姐现在毕竟还是江横哥的妻子呢 对对对 金鱼 还是江横的老婆啊 亲家母啊 这可能是个误会 我们家金鱼怎么可能跟江横提离婚呢 是不是他说错什么话 让你们想歪了呀 亲家母你放心 我这就让他给你赔你道歉 你没见过赶紧去道歉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赔你道歉 这就是我的家人 去啊 用了 我不发飙 你们就打算一直趴在我身上吸血是吧 他是你 我这不是你女儿吗 从小到大 只要是他的事情我就是死也要帮他 好啊 咱们今天 一块死 啊 你妈 你 你 我是你妈 你竟然敢推我 真的你这个吗 我不要了 还是 没事吧 有事 是你 你们到底走不走 他是你弟弟你不会天天啊你 亲点是吧 好啊 天走走走走走 妈我们可以走 我们回 妈 小祖 姐夫 我和妈还有点事 我俩就先走了 妈 快走 我们先走了 金羽 金羽 金羽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你你干什么 我姐哥你别胡来啊 刚才是你说 我以退为进 其实不想离婚是吧 你真当你哥你儿子是金香的吗 还有你 这么喜欢当小三 不如直接脱了衣服去勾引他呀 反正你的好婆婆 还等着你给他升皇太子呢 金羽姐 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 金羽你冷静 有什么时候我回去说 你们不是觉得 我提离婚时的演戏吗 那我今天 证明给你 你敢拿我哥 现在可以证明我不是在跟你们演戏 宋金羽 你有什么会 别往江横市上撒眼 给我闭嘴 死滴茶 三句不离江 你要不直接脱了衣服去跑他的床吧 宋金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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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太过分了 这么多人你不嫌丢人了 丢人 你现在嫌我丢人了 你当初信誓旦旦的跟我求婚 让我放弃事业 放弃高薪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不嫌我丢人了 我还没嫌你婚后跟死绿茶 拉拉扯扯的呢 宋金羽 我哥能看上你 你就烧高香吧 要不然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要是没我哥 你不知道在哪呢 就是你还不满上 我儿子还没想委屈呢 是是是 你们江家人都敬过你 我呢 在你们眼里就只是个仆人而已 张航 我要彻底结束了 金羽 你不能走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之仆人 这些话 你跟他们说去 我 是 你生病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这跟你没关系 反正我是死是活 你都管不着 金羽 你别赌气了 阿亨 你可清醒点吧 你看他剛才彪悍的那個樣子 可不得兩口把你媽給吃了 他生病 少抓我作樣 媽您這句話就說錯了 我們宋大小姐 家經我們家五年了 連個孩子都沒生 他沒病誰有病 你說夠了嗎 靖雲 他不是呼應他 你給我閉嘴 你有種就把剛剛說的話再說一遍 怎麼你還凍鼻子上臉了你 他會偷偷 他也會偷偷 小鯨魚 你個不知理晟的東西我 媽 媽你沒事吧 你看看 你找的什么人哪 快把你帮你折腾死了他 我可没这个本事 毕竟祸害一千年嘛 宋静宇 你太过分了 赶紧跟我妈道歉 你回来 小红 我说要离婚不是跟你开玩笑 离婚协议我会寄给你的 你是认真的 阿浩 就你 我们的协议寄过来之后 让律师好好看看 绝不会让这个贱人拿走积分也好 对哥 你跟他离 恨他刚才那个态度 你跟他离婚 你分钱都别给他 这样不好吧 为了江家的声誉 不如还是给他几百万 都别说了 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哥 干的漂亮 就应该速干速决 化离婚嫌疑比江河以后你就轻松多了 来 今天我起客庆祝姐妹 离婚快乐 他有什么资格在这吃饭 现在跟我出去 女士就不符合规矩 小姐他们非要硬闯进来 你起开 我和雪飞闻呢 必要在这吃饭 你说什么 听不懂人话吗 我妈让你赶紧滚 我们要在这吃饭 这是我们的包厢 什么你们的 如果没有江家 你们能有资格坐在这里吃饭 宋静雨 你还当自己是江太太呢 只有雪飞姐 才是我和我妈认可的江家太太 像你这样的 我只是阴沟里的一只臭老鼠 要是没我哥 你还指不定在哪儿当乞肝要饭呢 识相的话 就自己赶紧 我 你 像你们这样 上赶着让人怼藏小三 我真是开了眼 那好啊 那咱们今天 你什么意思 就令我解决 请出去 你要干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 你要干嘛 金鱼 你怎么了 怎么吃药 没什么 吃了维生素 先生 太太刚刚 太太最近行为有些反常 你去医院定一下肌肉 看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 先生 还需要再调查 太太的情况吗 查 现在就去查 你去查一下 她最近跟什么人接触 我要知道太太 为什么会这样 是 我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看就知道了 四弟 你想干嘛 你们不是要吃饭吗 吃啊 最好吃了你们下辈子的亲戚 回头死了都痛不了太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听不懂你算 疯了 看你敢 现在一个 我敢 你看 这是 我 你的 你是 卡 我就是瘋了 這五年 我像個縮圖烏龜一樣被你們欺負 真倒是忍者神龜啊 我告訴你 就算今天阿橫來了也沒用 孫雞 那個是敲口的媽 你試試 那你猜猜江恩他有沒有將給我打人 要幹什麼 我早就警告過你們不要再來招惹我 但是你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蹬鼻子上臉 你是在毒我不敢動手嗎 你別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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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知道我幹嘛 哥 阿高 終於來了 你看他這副給人家幹的好事 翔哥 他欺負我 這些都是你做的 這我明擺著的嗎 怎麼 需要我再掩飾一次嗎 宋靖宇 你別看我 他們都是我的家人 也是你的 他們不是 他們是我家人 他們也是你 他們不是 瞧瞧你心疼他們的樣子 這五年我是怎麼被他們欺負的 怎麼不見你心疼心疼我呀 你算什麼東西呀 這樣我告訴你 這群人你要是管不住我就替你管 反正你也知道我的陷阱 這五年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奔他們自己 不過現在 你覺得你還有這個面子 離婚協議說我已經寄給你了 周一您正去寄 不用等周一 阿高 立刻馬上 跟他把離婚 哥 你還在猶豫什麼呀 你看他那個樣子 喪門心 下進我們家五年了 白癡白喝 連個孩子都沒有生出來 你看他真是態度 您不僅要跟他離婚 還要把他趕出來城 您不僅要跟他離婚 還要把他趕出來城 聽吧 這就是你們江家豪文的真面目 像你這樣的 不過只是因高利 臭老鼠 如果沒有江家 你們能有資格坐在這裡吃飯 實相的話 就自己乾淨我 你們就是這麼說他的 江 當年我真是看走眼 你根本就配不上金 忍了這麼久終於舒坦了 這次我倒要看看 他們怎麼和江恒解釋 我都已經教訓過他們了 你何必進去跟他們糾纏 還能夠結束 沒結束 你可是被他們虐了 整整五年 我非要將和那個傻大哥 好好看看他們家人的真面目 免得那個蠢货 還被蒙在微柔箱裡 從兵我還激動呢 那誰讓你是我姐們 咱們必須一招制敵 免得那些妖魔鬼怪 再來糾纏你 還剩幾個月 還剩幾個月 當年珠寶射擊師的夢 也該付出行動了 這世界一回 總得也不像什麼東西吧 你說的沒錯 我可沒時間跟他們好 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們就是這麼說他的 說他是散盆星 說他是銀河裡的老鼠 江恒哥 是您誤會了 是又怎麼樣 難道我們說的不是事實嗎 我是你媽 我說他兩句怎麼了 行了 別說了 我們趕快回家 你拿了證券跟他離婚 怪不得經歷這麼反常 我竟然不知道 哥 你想什麼呢 趕快跟我們回家呀 你們自己回去吧 我去找他 江恒哥 他憑什麼 他是我的妻子 我一直以為你們相處得很好 可結果呢 你們連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 看來我真是錯了 再說一次 你讓我 尊重那個小賤體 他不是小賤體子 他是我的妻子 江恒哥 他他明明什麼都不會 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忘了他之前找男模的事情 別再說了 什麼 他還出軌 找男模 我說了別再說這個 他分明就是有 還要叛復那個賤人 你難道要全海城的人 看我們強強的笑話不成 李克 李克去跟他把離婚 我說了 我不會 無論如何我都不會 你們死了就有心 江恒哥 還有你 我會讓助理幫你找好房子 你喜歡搬出去 我不想他再問我 江恒哥 阿姨 我不想自己一個人搬出去住 我在這邊只有你們了 你們就是我的親人呢 媽 你放心 我不會讓阿航把你趕出去的 他竟然敢這麼對我 你不是被那個小賤人穿躲的 我喘不了他 據爆料 海城守護江氏集團 賬全人的太太 由於結婚多年 彈頭撇帶 以於前日讓江姐姐結婚 媽 宋金宇那個賤人 居然有這麼多視頻錄音 他的宋金宇 請張家誤蔑我們江家 他沒有誤蔑江家 他只是說出了證據和事實 哥 你這是什麼話嗎 如果不是你不聽話 我們江家怎麼會遇到這種醜聞 你趕快去澄清 江家生育不能受損 好 我澄清可以 你們拿出最大好的證據 否則 我也問你 不是我們張了 你不管 總之 江家的聲譽不能受到任何影響 別怪我 否則您這 金宇他怕了 哇 demande主不就해 你婆娘 你婆婆 你婆婆 在那兒 人家 你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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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婆婆 你婆婆 我替我妈妈和妹妹 向你道歉好不好 那怎么行 你妈还等着姚雪妃 给你生皇太子呢 你要是不离婚 这皇太子可名不正言不顺啊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把姚雪妃当妹妹 明白 先当朋友后当妹 最后变成小宝贝 不是这样的 无所谓 赶紧把离婚嫌一签 靳远 我知道你生气 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这都是误文 小鹏 你别说这么多那些 你就要为了这些事情 完全不管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我们的感情 走没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大学的 你没资格过谈大学 你配 下周一 林郑局见 你要是不来 别怪我翻来 你们江家一副豪蒙贵族的样子 最在乎脸面和声誉 我一个阴构里的臭臭我可不怕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妈知道知道 什么叫大气 真的 靳远 靳远 请问江太太您之前在每次曝光的录音是否如实 你家伙人还教识你我你是故意无欺的 讲讲的 无欺 我后太太的关系很好 靳远 他们这些媒体听风就是 一个生气 那这么说 江太太您之前所谓的提出离婚都是假的了 只是为了吸引媒体注意的手段吗 江太太这么做还有什么目的吗 那我也会问你 你们说的才能多少钱 我说了 我和我太太关系 我没空陪你演戏 你不打算给这回复吗 你不应该管我要回复 应该问出钱的人 他们想要什么答案 想要你写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为了当初做设计用的电脑跟稿 我还真不想踏进这里 宋真宇 你还敢回来 你给我站住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 等我拿完我的东西 不用你们说我也会走 这种鬼地方 我一秒钟都不想带 这里能有你的什么东西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江恒哥给你买 我不配带走 就是你这个穷鬼 休想带走江家的东西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人 我都不想爱他 你 你想什么呀 咱们治不了他 有人治得了他 站住了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 还敢说是谁 拿江家的東西 讓開 宋金語把東西給我放下 簽了這靜汁出庫結義書你可以走 否則 否則什麼 看來你們今天是個打天任務的 只要你照我們說的做 自然放你走 如果不是阿橫 一個農村的野丫頭 能過上這麼好的生活 走可以 東西放下 在我們江家白吃白喝五年 現在還想拿走東西 你在做白日夢呢 我看 你們江家人 不僅不要臉 還沒腦子 讓我接受他 你們廢物 你們的保鏢也廢物 一群翻頭 咱怎麼能夠安住啊 他們高快白想的 假 別讓我看 你開不住手的話 你放我 你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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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让他带走一分一毫 你们敢 干的漂亮 你不是很能打吗 你不是力气很大吗 我看呀 能够如此吗 绝非文娜 当初这贱人怎么对你 反不许 我们江家可不白受这期 贱 住手 哥哥 你你怎么回来了 谁给你们打走把手放开 阿恒 是我让他们干的 他想偷拿我们江家的东西 这一包茶 关给你 我 我电脑里面 全都是设计图 相关文献 对这奶茶还凑这么紧 我当然躲你远点 好 我放远点 一定你的宝贝哥大远一点 这个不会是专用你车子的电脑吧 江哥 我不是故意的 金鱼你别激动金鱼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让你搬走 你怎么还在这 我不同意雪非搬出去 不就是一个电脑吗 有必要打进小怪 宝贝哥大远 宝贝哥大远 这个破电脑 我砸了就砸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砸了就砸了 好啊 那我接下来 你不是故意的 你要干嘛 那我接下来 你要干嘛 放开他 你再动他一下试试 你那东西 那也是我们江家买的 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放肆 放屁 你电脑是我自己 跟你们江家 没有一毛钱关系 是不是什么东西进了你们江家 这是你们江家的了 你这么大脸 我这银河信呀 你接着你再说一遍 弄了 救我 还不快拉开那个疯子 你放手 你放开 你放开我 放开 你放开我 金鱼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先把电脑修好 好不好 一定可以的 我只需要一天 一天时间 那我把你打骨折 再把你送医院好不好 你打我给你试试 行了 你还不走 还等着再被他一顿 文奈 金鱼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哭着他们 金鱼 你还不走 哎喂 宋小姐 哎请问你最近有没有时间 我们这边 想约你过来复查一次 我们上次的检查 不用了 没时间 但是谢谢啊 不过以后 还是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这检查报告有问题啊 宋小姐不来复查 根本不知道真实情况 这个是破办的 别皱眉了 所有的设计都全部没时间 这么快 毕竟是宋大设计师这五年来第一次找我 我不得好好表现一下吗 金鱼 听说 你准备和江航离婚 是准备离婚后重新杀回设计圈 嗯 你可以这么说 那 你如果 放心吧 我设计稿出来 我一定第一时间给你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和江航离婚后 我可以追你吗 当然可以啊 你说什么 还好这里有悲罪 就算金鱼还在神奇 最起码也能舍上女巫一下 刚才在大学来就找你揪下我以后 不就起 我是认真的 我不需要 你接不清楚 我只要 你等我一次可以追你的机会就好 金鱼 真什么事 你们来干什么 哎 妈 你说我这结婚 连个像样的婚房都没有 你看看我这亲戚 能住这么好的公寓 你说说 这叫个什么事啊 好 你结婚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你亲弟弟 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啊 说吧 你们今天来干什么 你弟弟要结婚 这套房啊 你赶紧过户给他 你说什么 我的好姐姐 你不是刚和我姐夫离婚吗 肯定分了不少钱吧 这除了这套房子 彩礼还有结婚以后的车 都帮我解决一下啊 还有 你弟弟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 你还得给他们五十万 不可能 你有手有脚 想结婚就自己攒钱 一天到晚肯老 指望着爸妈跟我 你算什么呢 谁要是嫁给你 是你挡了八辈子血 你个小垫蹄子 你怎么跟你弟弟说话呢 你弟弟可是我们老宋家的独苗 你帮他那是理所当然 就是 一会以后可没人要你啊 老了不还得靠我 靠你 你要是能靠得住 那母头都会胜输 是 一句话给还是不给 你个赔钱货 把你养这么大 供你吃穿上大学 驾桃门 你就是这样来回报我的吗啊 你 我的老天爷呀 你这个不孝女啊 哈哈我怎么那么命苦啊 我一把死一把料把你拉扯 大了 你现在有 你扶着我了 你敢好意思说 你养过我一天了 从小到大 我在家里吃过一顿饱饭了 十八岁之后 我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攒来的 跟你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你们真正应该哭的 应该是送药 我这个赔钱货 这几年前前后后 只要在你身上花了几十万 做药组呢 只会像个吸血鬼一样 趴在你身上欣赏 他但凡有点良心 都不会要房要车 臭婊子 我和你骗了我 妈 没事吧 你要这么有脾气 也不至于让我这么强气 爸妈愿意 你我可不愿意 你甭想走我这拿到一分钱 你赔钱货 你干啥你弟弟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怎么去死 你还不知道吧 医生说我得了癌症 活不过百年 你很快就要入院了 死吧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都要死了你不开心吗 那就车子和房子可 你放心吧 这些东西 我死了以后都会捐给社会福利机构 你一分钱都难得到 你不是你 还没对我打购吗 行了 那我够了就赶紧走吧 我这里不欢迎你们 果恩 不是假的对不对 是 你还没关系 怎么需要 先生 我在医院调出了太太的体检报告 上面显示太太被检查出了脑瘤晚期 最多只有把您的时间 是什么 妈 那我结婚 对啊 你赶快把你的财产都赚给你弟弟啊 就是啊 你不给我还能给谁啊 这样你死了 好歹我还能帮你处理后事了 对对对 你给我闭嘴 你再给我说 小兽对你不客气 我说过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 你连爸妈都不管了是吧 你才是他们的宝贝哥的 传宗接他都靠你了 那我算什么 你滚 再 我让你们从近予点得到的 全部 我离开 走走走 你又来干什么 你又来干什么 靳雨 你身边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用吗 当然有用 江河 你闷心自怀 这些年你做过任何让我觉得安心的事情吗 都会求你 靳雨 你现在唯一能为我做的 就是赶紧把离婚血液书签了 别让我再见到你一江家人 也别让他们来我们结发疯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补偿 不 我不离婚 靳雨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你再给我一次几位 你放开 靳雨 靳雨 我们再去一趟女儿 我们再检查一下 温宜 香河你是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我不去医院 也不想见你 靳雨 快点 你马上给我滚 干什么 我不吃你这套啊 靳雨 我知道 你很不喜欢我妈的 我明天就搬出去好不好 我们搬到你那儿去 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她们 我知道 我以前对你很不好 但是现在我只想一直陪着你 我保证 我再也不会让她们接近你了 我不会再让她们伤害你 再也不会 先生 这是我找院长特意调的资料 绝对没有问题 你现在去联系全国 最后都不会转嫁 哪怕是一丁点 希望给我们的经纪 是 等等 这件事是要买个金 不能告诉她 确实放心 我知道了 这段时间 我就住在太太家 我会转嫁 有什么事去太太家找我 好 站住 别藏了 宋静宇这个小店提子 还真是不简单了 刚提完离婚 又找各种理由来欺骗江洪哥 姚小姐是先生她 闭嘴 非要让阿姨好好收拾她 这件事 不许告诉江洪 你怎么进来的 我儿子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家 你把我儿子哄出来 以为能瞒我多久 这是我家 麻烦你出去 什么你家 你有钱吗 还不是江洪哥给你骂的 撒谎说什么要离婚 转头就把二红变在这儿 你还真有意识 看来以前我小瞧你了 阿姨 他还说自己得了学证呢 江洪哥那么善良 哪就能起他这种套路 刚刚说什么 你这种小法子 他说了个谁 小门小户的心眼就是毒 我告诉你 江洪永远是我儿子 他归分结底 还是要 把东西给我放 你说放就放 你给我记住 永远都是你的长辈 由不得姨儿在这儿 三个在我面前放 吃这个 行了 是谁用你的继续 让你觉得你可以在我们家撒云吧 你要干什么 从我家里滚出去 我就不滚你能拿我手 金云 金云 金云阿婆哥你看他呀 拉口 你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公司吗 金云 你有没有事 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你觉得他们把我走 妈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这儿 你跟着这贱人跑到这儿来 还好意思问我来干什么 江洪哥 你为了这个女人连家都不回了 你就不怕我和阿姨担心吗 瞧你这话说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抢了你老公 不让他回家呢 你搞清楚 我跟江洪还没论 法律上他还是无论 你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你抓奸抓错地方 江洪哥 你看着这什么态度 你怎么说 是你带我妈来的吗 是我让雪飞带我来的 怎么 你有意见 你跟着他搬出了江洪 我还不能来看你了 他一边撒谎 说要离婚 一边又撒谎 说得了绝症 他两三个谎话 就把你骗得团团转 我要是还不来 他要是跟你要江洪股份 你是不是也得给他 你说什么 绝症 是别告诉你的 是我听见的 江洪哥 你看他这个样子 哪里像得了绝症 可不要被他给欺骗了 你看他那标看的样子 怎么可能生病 就算有病 那也是狂造症 够了 别再说了 我说的又没错 他先是说要跟你离婚 又蛊惑着你 搬出了江家 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 在你面前有假装贤惠 你就是贝勒一男一了 干什么 你们不是觉得 我讨论江洪吗 现在我都砸了 满意了吧 我告诉你 是你儿子死期白来的 要住在我这 不信你问问你的好儿子 是 是我主动要求搬起来的 既然你们无法好好对金鱼 那就由我来守着他 把我儿子蛊惑成这样 我打死你我 你居然还护着他 你居然这样对你亲妈 江洪 你今天要是回江家 去管这里收拾干净 不要再来烦我 你这个不孝子 你不要你忙了是不是 你不讨论江洪 你别再来烦我 你别再来烦我 阿姨 你别太生气了 将很可怕 可能是医生想不明白 对他猛见了 说完了我说几句 从今以后 你们想怎么闹他 但是不要闹到金鱼面嗎 啊 以后他说什么我就会做什么 我会对你们客气一点 什么意思 佳航哥 你是要抛弃我们了吗 倒以为你想的这么严重 只是以前我亏欠了静云 现在我不会亏欠他 你们走吧 宋静云 你离间我们母子 我跟你没完 宋静云你等着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你的把柄 迟早有一天 我在江湖哥面积 拆穿你的真面 静云 如果我不主动来找你 我是不是连普通都做不着 也不是啊 误会了 你不用任何不得 也不用尴尬 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管你这次接受我都 你今天不是出来陪我选桌宝的吗 我们还是先挑桌宝吧 宋静云这个贱人 还没跟我哥离婚 哪个我其他男人都狗哒哒的 我这就发给江湖哥 我看你还怎么抵赖 江湖哥只能是我的 你把我哥和江湖的一面 放在哪了 谁啊 怎么上来就打人 我是谁 我是你姑奶奶 宋静云 一边装病吊着我哥不可离婚 一定又在外面找金座 你当我江湖那是撑住的 文娜 你跟他这种不知道离仪廉耻的人说什么 还不是相信母初会上树呢 你看他最近办的事 像是个懂事人办得出来 看你们俩是挨打没够是吧 你们要去有病就去治 别出来发疯 想打我呀 来你打你试试 你今天被我捉奸在这 你觉得我哥还会护着你吗 我和他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我们是 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 那不是金主就是被包养的小白脸啊 那我劝你还不如赶紧找个真富婆呢 他可没钱 他现在呀不仅没钱 还装病骗钱骗感情呢 雪菲说的对 这谁家好人拿脑癌出来骗人呢 我劝你呀自己小心点 别到时候被骗了钱还惹的一身骚 什么 脑 脑癌 静云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怎么 你不知道他得癌症了 看来你还不是被骗得太惨吗 不像我哥被他骗得可惨了 你原来是再紧些 谁给缝上 小黎 静云 这当时怎么回事 你实话告诉我 你身体怎么了 我没事 没听他们瞎说 他他磨着了 他还相信他呢 梅娜 看来各位男人这件事 我们这辈子都学不会了 干嘛 别胡说八道了 谁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那可不一定 他骗一骗要什么有什么的 我哥就是被他骗得团团撞 江文娜 江恒哥你看他呀 还没赶紧离婚呢 就跟其他男人来逛珠宝 你可别被他骗了 闭嘴 哥 你再说一次 到底有没有钱 你们几个 从东门被我打到南门 现在还跑到西门来做要是吧 等一下 你等着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西门学院的学生 要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MING 江恒 这就是你所谓的幸福 如果你做不到你当初的承诺 我会记录 她戴着你 金语是我的妻子 可你不会做她丈夫 行了 别吵了 不要吵就到你了 不然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我肯定 你不肯定 我肯定 你跟我一起出国吧 华有很多医学专家 不肯定 我已经联系好了 专家进行会诊 相信很多 你少在这里把握护 但凡多关注金允业 也不至于等他病成这样 你才关心 你什么意思 行啊 我不会出国的 我不会跟你们去治疗 与其浪费时间在化疗上 不如用这个时间 时间最后的这样 所以你是想完成 你当年没有完成的 中文设计作品 静玉 等你好了以后 你有大把的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静玉 放心大胆去做 我永远值得 等你设计完成那一刻 我会给你和你的设计 开箱必竞逐 再说吧 我说过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不像某些人一样 说得比做得好听一百倍 我不需要像你一样先引起 我会给静玉准备 那我们就看看 静玉更现实 好啊 你说那个小贱人 是不是给我哥下降头了 被那个小贱人 迷得五迷三逗的 连我这个亲身妹妹都不管 害得我还要去中药房 拿药珍珠的 好了文娜 我们治不了他 自然会有人治得了他 治他 他现在打我我哥都要给他递棒子 谁治得了他呀 他妈和宋耀祖啊 真心 我不仅要拆穿他所有的谎言 还要让他身败名利 医生 我太太的情况怎么样 办法倒是有 但是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还是要看患者自己的医院 如果联系国外的一些成功案件 还有医疗设备 就可能检查多长时间了 我看了他的报告 已经从中期转向晚期 你还是多陪陪他吧 我姐妹不愧是当年专业第一的大设计师 这么好看的设计手到擎来 是不是现在就差进工厂打搏了 总算完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那姐姐不如帮我解决些我心中的大事 如何 你来干什么 我有女朋友因为我没钱跑 我闲着没事 过来问候问候 没钱来什么毒草 过来 谁来看我笑话的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只要你完成这件事 这一百万 就是你的 说吧 要我干什么 我不相信宋经语真的得了爱 我要你 你揭穿这件事 只要 既然你不敢贴得钱 那就实现你最后一点价值吧 继续 你女朋友跟人跑了 那是因为你自己不争气 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因为你不给我钱 他会跑吗 所以呢 你现在拿着刀 是想学小疯疯打劫啊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个臭婊子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给谁看啊 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做小组 我告诉你 你女朋友跟人跑了 那是你活该 你这个贱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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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鱼 我们现在就是医院 你最好祈祷他没有事 我 好疼 锦鱼 你等等我去给交医生 行 哇 我现在没空 锦鱼哥 我找着专家 专家说 锦鱼 我说了我现在没空 我要去找医生 锦鱼哥 你为什么不能提下来 听我说两句呢 宋静宇到底有没有得癌症 我一直想跟宋律师说呢 这次的检测结果 就是显示宋律师没有得癌症完成 麻烦你给宋律师说一声 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他一个大惊喜的 宋静宇你等着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你的把柄 迟在永远 你在江湖革命迹 拆穿你的真面目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参加的是 要珠宝新任珠宝设计总监 宋静宇女士的珠宝设计发布会 宋静宇女士一毕业便收到 雪飞姐 那个亲人什么时候来啊 你急什么 他宋静宇造的收拾越大 到时候他被揭穿的时候 就越老厉 那咱们什么时候上啊 宋小姐来了 来了 好戏上演 宋小姐 之前传闻您要与江总离婚 现在请问进行到礼物了 这一次萧总直接任命 你为设计总监 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问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您重回设计行业 哎哎哎哎 大家都别为难我嫂子了 我嫂子她身患绝症 活不过半年 你们要什么事情就来问我吧 这离不离婚的也不重要 毕竟还有半年命都没了 这要是再不出来捞钱 你说没机会 江文呐 你要干什么 嫂子 您身患绝症 这事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我都是为了您好啊 您看 这样一来 您的作品不是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吗 宋女士 请问江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宋女士 这一次发布会是你最后的作品吗 放心 诸位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会在接下来的提问房间 一一 结婚 宋女士 依旧是我江恒的态度 请各位在提问之前好好想想 哪些问题该问 哪些问题不该问 否则 江氏法国部随时刺 这个小林真是坏事 你放心吧 我肩然还好 你这等着看好戏 好 宋女士 请问您这次回归的设计作品 是否与生命有关的 这位设计师 当然希望自己能设计出最满意的作品留下 这是最美好的事情 所以正如江小姐所说 您是真的身患绝症无法可治了 那你这次的作品叫永恒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但是我有自信 我的作品会永远留在大家心里 方便问一下 您这回生病 是否给你这次作品带来灵感和启发呢 等一下 宋小姐 这是我们刚刚拿到您最新的检测报告 上面显示您非常的健康 并不像你之前所说 身患绝症命不久矣 请问 您是不是为了要珠宝设计总监的位置 和后悔与江市集团江总提出离婚 而自导自演的一场身患绝症的戏呢 什么 我嫂子没生病 这怎么可能啊 莫非 嫂子 你是想借着生病一事 一边吊着我哥不离婚 一边又勾打要珠宝的负责人 还趁机炒作营销珠宝啊 江红哥 你们是不是一直都被他骗了 你有证据吗 拿出证据来 不让我告你诬陷 大家看 这是我们拿到最新的检测报告 宋小姐 你根本就没有生病 宋小姐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请问您是在这机炒作吗 是 拿一份假的报告就来闹事 杨雪飞和姜文那给了你多少钱 宋小姐 如果您不心虚的话 请你解释一下这份检测报告的结果 宋小姐的才华根本不需要炒作 他的作品就能说明一切 江红哥 这段时间 他靠着得觉症的缘由 把你骗的团团转 又是离开家 又是开设计发布会 现在又跟萧玲搞在一起 你真的要这样执迷不悟下去吗 怎么 江红不跟我离婚 你做不成江太太 恼羞成怒了 找一个不知名的媒体就想污蔑我 你未免也太瞧不起我 你少B种就情 这没回答问题 你是不是借着生病当借口 宋小姐 您是不是以此作为炒作 来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呢 你再无闻宋小姐 我让你公司开不下去 扰乱要珠宝的新品发布 把那 把他送到警局 宋静宇 你为什么不敢直面回答这个问题 根本不需要回答 今天是珠宝发布会 珠宝才是重点 宋小姐在学校的成绩 一直都是名列前往 她的作品 一直都很好 如果不是因为我 她现在应该是最要眼的设计师 宋女士的身体情况 自有她的家人关系 你本次发布会无关 小灵 你 找乱新品发布会秩序的人 全部带下去 杨小姐 你说了会保全我 杨小姐 救命 救命 救我 这戏才唱到一半就吓破胆了 他没给的钱也过多了 行了 我累了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吧 静宇 静宇 你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不舒服 怎么 你也觉得我的丑错 来正骗你吧 我没有 我只是担心你 静宇 我们还是去一趟女员吧 只求一个心安 如果误诊了 我们就重新开始 如果真的有问题 我就给你走到最后 我 小机 你这个智子 看不到破断都来听清楚 走吧 你妈的警局闹开了 说要当面对峙 就是 你看 我好像孤輝 葉子 有多少年 出于结尾之间的亲属关系 我们建议还是以调解为主 你们先自行调解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再联系我们就是了 没得商量 宋金宇 我命令你立刻撤销 对我那盒雪飞的指控 妈 是他们找到发布会的秩序 要道歉 也是他们一个道歉 他们 怎么可能向我道歉 我命令你做 为什么要道歉 孔总啊 妈 江河 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 连自己人都不管了 爹 我可没这个噱头 您高看我了 你 你个结实 为什么你们就不承认你们自己的错 你们亏欠的经济 今天要惹人发布会污蔑的 连说一句对不起你这么干 他算什么东西啊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 你讓你的親媽跟他道歉 想的美 是啊 你們江家豪門怎麼可能向我一個窮鄉 批長出來的人道歉 這好你還不了解你們江家人嗎 算你實相 當初阿橫要娶你我就不同意 你根本配不上 我知道你在打什麼主意 我對雪妃根本沒興趣 你死了這條親媽 江哥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你難道對我真的沒有一點點 沒有 我從史之中 是雪哥和錦羽一個人 可是他什麼都不會 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啊 你瞧他那個樣 一天到晚拳打腳踢的 根本不配成為江氏集團的總裁夫人 永遠不會 他這樣很好 我很喜歡 你們折磨了地獄 好不容易他騙著現在這個顏色 我很喜歡 我就是喜歡他的肆意張揚 哥 你瘋了 你哥瘋沒瘋我不知道 但是女人像是不凡了呀 靜羽 其實 從你一開始交進混混的時候 我就喜歡上你了 看到你變回原來那個樣子 我很開心 既然你們不接受條件 那我們就走吧 反正 你們不用再接 哥 哥 那口 哎 靜羽 這不是適合在我們看專家的地方嗎 你說得對 不管有沒有生病 再介紹一次 再介紹一次 總沒有錯 你想通了就好 不管你有沒有病 我都會陪著你 從今晚後 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就去做就好了 因為我喜歡的就是這樣 醫生 醫生 我帶大家怎麼樣 放心吧 報告出來的結果很好 宋律師沒有生病 那為什麼會出錯 我這邊和院方進行的溝通 可能是檢測的時候 弄混了檢測報告 院方已經向涉事的護士醫生 進行處罰追責了 靜羽 太好了 太好了 靜羽 今天時間這麼累 我們出去的由吧 你說你想看燈塔 想看激光 李小熊呢我都可以陪你去 靜羽 你怎麼玩 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媽 你怎麼來了 你個不孝子 你妹妹他們都要被你關進去了 還問我來幹什麼 走 跟我去醫院 我今天非要看看你到底生沒生病 這鬆開 你要有自己去治 媽你把手放開 我那和雪妃說了 她根本就沒病 她就是想藉著生病來離棄我們 我們現在去醫院 等檢測報告出來 你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走 不要去了 我沒病 你放心吧 我一定比你多活幾遍 我一定比你多活幾遍 你知道 江河 你知道還讓你妹妹他們被關進去 你 他們是擾亂發布會秩序才關進去了 和金羽沒關係 這事就是他幹的 你去給我寫條件書 你可把他們放出來 你可 根本就跟金羽沒關係啊 他們擾亂發布會秩序 連個道歉都不肯給 道什麼歉 他們沒說錯 他就是居心叵測 他就是想離棄我們 心急這麼重的女人 絕對不能留下我們將近 夠了 夠什麼夠 我說錯了嗎 你被他騙的團團轉 還這麼執迷不悟 你腦子呢 你被他騙的團團轉 還這麼執迷不悟 你腦子呢 媽 心與虎是這樣的 這些都是你對他的偏見 好好好 我真是生了一個情種了 到現在 你還執迷不悟 你幹什麼 媽 到底要不要我這個媽 媽你冷氣 你先把刀放下 你立刻把他們放出來 跟他離婚 我去把他放下來 想不到 這就是江家豪門的做派 為了逼自己的兒子離婚 連命都不要了 你說 我要是不肯離婚 你要怎麼辦 我可是阿橫的親媽 我真出了什麼事 我倒要看看他還要不要你 真是胳膊皺放壞吧 遲早我們家家會被他騙走 別找我媽 我不是你媽 夠了 我同意你說的 接受條件 跟江和離婚 神明 我同意你說的 跟江和離婚 真的嗎 你就這麼輕易答應了 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 不行 我不同意離婚 你為什麼不同意 你犯什麼傻呀你 金金雪 我們剛才都還好好的 為什麼突然就這樣呢 是因為我罵我 我保證 我保證他們以後不會再打擾你 你 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你嘴 你居然哄我 我是你親媽呀 你的教養哪兒去了 你的底線哪兒去了 小凡 你很好 你對我一直都很好 可是我真的累了 這五年來 我慢慢忘記了自己的理想 也失去了層 如果不是因為最近的事情 我可能會一輩子這麼頹廢下去 但今此一劫 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全新的環境 這對你我都好 靜宇 我們不離婚好不好 你幹什麼我都可以陪你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媽 你妹妹 還有游血肥 這些問題我都可以解決 強哥 你再說一次 江洪 好聚好散了 林娜 你讓人去買兩款鞭炮 我今天好好去去會旗 徐飛 你去找律師 你要盯著他協力會協議 我絕不允許那個賤人帶走我們江家義分解 不許去 我說了 我是不會離婚的 江河 我把你養這麼大 不是讓你去當舔狗的 老老實實 把婚离了 回頭 重新娶一個知書當理的女孩 是啊哥 那個女的她就是一個暴力狂 你看誰家太太像她那樣多丟人呢 你看雪妃 雪妃她就很好啊 她就很適合你 不可能 我江河的妻子 只有宋靜宇一個 江河哥 我們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再對我抱怨人問我一下 哥 那個小金人他到底 他們在我面前都完全不掩飾對靜宇的厭惡 靜宇卻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了五年 你吼什麼 是他要跟你離婚 你糾纏他幹什麼呀 如果不是你們 他會跟我離婚嗎 從今以後 我不會再回來這裡 你們愛怎麼折騰怎麼折騰 我會派人看著你 不許你們接近金人半 江河 你什麼意思 你是想分家嗎 哥 你是要監視我們嗎 我不是想分家 我只是派人管著你們 直到你們知道 什麼是真正 這是靈異協議 沒問題的話 就簽字吧 靜宇 我真的沒機會了嗎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會管好我的家人 不讓他們煩你 可能之前我在氣頭上 沒有給你表達清楚 你家裡人 只是一部分原因 把他出國進修了 可能是三年 也有可能是五年 或者更久 現在離婚 對你我都好 我不想耽誤你 也不希望我自己有錢 我不在乎 我可以等你 你出國我可以陪著你 不必了 你飯不著 在我身上浪費時間 我們也沒有必要去賭 一個未知的未來 靜宇 靜宇 你的好嗎 時間快到了 蕭玲 你已經決定了 離婚嫌疑簽好之後 直接給蕭玲就好 直接給蕭玲就好 她會練習不動 靜宇 我會的 我也會管好我的家人 等你回來 我一定給你一個 全新的環境 我會聽你照顧好記憶 我會替你照顧好記憶 靜宇 自己好嗎 也不知道 你進修得如何了 希望你一切順利 能設計出 你最滿意的作品 我等待著你 開作品展的那一天 希望那個時候 我能受到一封邀請函 靜宇 你還好嗎 文娜已經嫁去了山城 我媽的脾氣也收斂了很多 等你回來的時候 他們一定不會再讓你回答了 你母親和弟弟 最近也很好 我一直有派人關注著他們 你一切放心 怎麼多愁善感的 什麼敬香琴切 我說什麼呢 我回國就是搬珠寶展的 有什麼好敬香琴切呢 生疏了啊姐妹 這我能信 你不想見一見咱們那位 AKA情聖本聖 就算我跟他見面 那也是把當年的事情做不了的 那你可 那你可準備好了 咱們江總 可不得抱著你哭個昏天黑地的 行了 明天就是珠寶展了 好好準備一下 這可是我回國第一次辦珠寶展 不能出任何查錯 放心吧 我都準備好了 保證明天的珠寶展 萬無一失 走 回國第一次辦珠寶展 看的生活還不錯 咱們工作室雖然沒成立幾年 但好幾次設計都拿過國際大獎 品質和設計都有保證 他們要是不來我才覺得奇怪呢 你還挺自信的 你就不怕 哎 他們怎麼來了 冤家陸展 你要避開嗎 我是今天珠寶展的負責人 見設計師 怎麼可能避得開 這是回國第一次辦珠 你去找一下獎金負責人 看緊他們 別讓他們鬧事 放心交給我 這家工作室在國外挺有名的 你看一下喜歡哪套珠寶 就當是我給你的嫁妝 你呀就乖乖的嫁人吧 聽話 阿姨 我一定要嫁人嗎 我可以一直等姜橫哥的 別等了 他那個死腦筋轉不過彎的 可是宋金玉已經出國三年了 說不定他早就跟別人在一起了 讓我們有請蔡新工作室都要 不得了 責任兼主設計師出場 大家好 我是宋金玉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珠寶展 他怎麼回來了 他為什麼要回來 我怎麼知道 他追回來 阿衡又得 請問問他 今天是他回过第一次办产 你最后能说的 咱哥 好好看着他们 如果他们等会有任何闹事的景象 立马把他们拉下去 小小姐您设计的珠宝可真美 真独特 我们都太喜欢了 对呀 小小姐您真的太棒了 谢谢啊 那我们先走吧 辛苦了我的大设计师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一直到活动结束 姚雪飞和许慧都没有闹事 什么安静 他们那是被压制住了 江红不知道从哪打听到你回来的消息 怕他们过来找你麻烦 就带了两个保安把他们压制住了 江红也来 恭喜啊 今年的展会很深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的社长风格很独特啊 这几年 我也一直都很关注你 对了静悦 你这次回国 是想把工作转到国内吧 算是吧 你这次回国 哦对了 之前离婚协议说 你怎么没有转交给笑脸 静蕴 我们这么久没见面你去过说这个 东西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故意让江湖哥这么对我 这个贱人 你这个贱人杨雪菲 江湖哥 你为了这个贱人 贱人保安赶我出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说怎么穿严静 你是不是被打不出去了 怎么 还要我送你一次 七日游吗 这个贱人 不好好结婚在这干什么 要结婚了 为了这个世界上 还真有喜欢你这样的历程 哥 我继续等你了江湖哥了 关你什么事 三年前你就骨子靓鱼 到现在还是不长记性 我跟你拼了 静蕴 你没说什么 对不起 早知道就早点过来了 没事 就他那样 扛生了我们 宋金鱼 你既然已经有了新欢 为什么还要一直吊着江湖哥呢 你跟萧林在一起三年 谁知道你这三年又做了些什么勾当 你竟然不取我 我说你堂堂僵尸总裁 就心甘情要对他戴绿帽子吗 刘雪菲 我警告你 嘴巴放干净点 不是谁都跟你一样去哪 你要是再口诈 这还很客气 有他在 我还真不用担心金鱼会和你 今天只是意外 一周以后 他将嫁进林家 到时候他休想接近金鱼办 你可做不了主 谁知道他会不会选 只要你无法管好自己 那我就找人管 在你嫁出去之前 如果你们打算将工作室帮回国内的话 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江江那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有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提前和我说 我是想说江江在海中的影响确实很大 而且他妈妈对你的态度还不够明确 不宜这套事 他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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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海中的影响确实很大 而且他妈妈对你的态度还不够明确 这工作室我就不开了 许亏要是作妖的话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可是你和江峰还没有理会 这次回来 就是要处理这件事情 我姐妹可是大美女 有一堆追求着 跟在屁股后面追呢 到时候咱们好好挑一挑 别逗了 我现在只想把精力 都放到工作室上了 那个太累了 这精力图纸都画好了 好吧 美女就是要独美 哦那个 兄弟那以后 我的工作室就要靠 宋大设计师照着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哎 金玉 那个不是海生的珠宝大亨吗 咱们回国前一直想合作的 江恒怎么和他在一起 是啊 记得江氏集团 一直没有设计珠宝行业 那就是为了你了 那真是为了你 那江大情深的名号 我心服口服 这三年来一直打听你的消息 不说 还想封设法的 为你的事业铺路啊 江总今天时候听晚了 那我也就不打扰你和朋友叙旧了 明天合同会准时送到柜机房 好 刘总班总好 走了 不送了啊 不送了 哎 你怎么知道他一直在关注我呢 这 那个 我刚吃完饭 我开了车 要不要送你们回去 有的好啊 金玉就麻烦你了 哎呀放心吧 我等消灵就好了 你也忙我一天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哎 哎 嗯 静玉我 嗯 你送我回去正好 离婚的事情 我也想跟你再沟通一下 下周一你方不方便 我们再去一趟名证据 下周一你看方不方便 我们再去一趟名证据 静玉 是 那个我那个 我有点困了 到了跟我说一声吧啊 好 你好好休息 我到了 你赶紧回去吧 静玉 这个 是刘总的名片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有了他的帮助 你在海市 会越来越胜利的 我们现在 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工作室的事情 我会自己想办法 这个就不必了 心雨 你不要照着去拒绝我 你就当 就当我有事求你 这是给你的报酬 是什么事 喂 我现在不放进去电话 一会儿我就跟你说啊 时间也不早了 赶紧回去吧 金鱼 你怎么来了 召集和我姐妹谈心啊 嗯 喂喂 江红今天 突然把刘总联系方式给我了 说是 他有求约我的报酬 你说到底想干什么 金鱼 其实 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三年来 除了最开始的一年 我一直要和江红联系 怪不得 他一直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哎 你以前不是很讨厌他吗 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的 而且我想着 他的身边有姚雪飞 你又不在他身边 说不定过不了多久 他就放弃了 但是他也一直没放弃 我就偶尔 跟他讲了一点小情况 金鱼 江红他当年确实有错 我那时看见他 就恨不得揍他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也看见 他对你的心从未变过 也一直在想办法弥补 我也知道 你对他有感情 你这次回来 就别嘴硬说离婚 你考虑考虑 再给他一次机会 万一 你们有一个 不一样的未来呢 未来 再说吧 先生 您这是到太太开心 不是去太太工作室应聘的 您之前投资的设计的工作室 没有一个是赚的 要不 您换个材料 金鱼现在一心想工作 我如果不能这些东西 你说我跟那有什么话题 先生实在不行 您可以试一试 思诱啊 真经 你一会陪我去看一下工作室选址吧 嗯 我就不去了 啊 你怎么在这 先吃早饭吧 我帮你选的工作室 一会带你去 好啊 那就你们俩去吧 我昨天喝的酒還沒醒呢 我就不去了 加油啊 你還傻你 佳佳 你到底要幹什麼 昨天莫名其妙把劉子美濟方式給我 今天又 說要帶我去選工作室 我們已經離婚了 這樣我真的特別婚了 靜宇 離婚協議我還沒有簽字 我們還沒有離婚 靜宇 你讓我重新注意你的意思好不好 你說什麼 我是認真的 請你相信我 你昨天說的事情 就是拿我工作室的未來 報告我的基地是吧 不 不是 我只是 我只是一直都很愛你 我現在 咱是沒有別的心思 我會做 我會做 這家店還不錯 搭檔和裝修風格都比較適合我工作室的調情 就是不知道價格怎麼樣 太太 您看啊這份合同還滿意嗎 這是僵屍的房產 先生已經提好合同了 實際上是讓一家主要進行優惠的 您看 還行嗎 先生千挑萬選 參選的這些店鋪 總算沒有白忙一場 不用了 圓家就行 不想欺人情 不算人情 我說了 我也有所求 其實我媽一直很喜歡你的設計 她想有機會 找你設計一套珠寶 媽 這怎麼可能 如果她不喜歡 她怎麼可能參加你這珠寶展呢 那到現在呢 應該不喜歡了吧 可能 事情應該比較複雜吧 對了 今晚 不知道是否有幸 邀請你一起吃晚飯 晚飯就算 就當 交流一下珠寶設計 憑什麼 宋靜宇這個賤人 憑什麼一直那麼幸運 江恒哥既然這麼多年 都對他念念不忘 我絕對不會讓宋靜宇 無怨地回江家的 宋靜宇 你不是要跟江恒哥離婚嗎 怎麼又跑出來跟他吃飯呀 你還真是有盪有力呀 沒錯 他是要跟我離婚 不過 現在我再重新追求他 什麼 聽說你要結婚了 你要有這個時間 都放在你們家那位身上呀 平時少吃點鹽 看他們行 阿姨 你看他呀 他居然敢這麼跟我說話 我在江家好歹 你待了這麼些年 阿姨也只是個外人 還輪不到你來關我們的家事 我是外人 阿姨呀 我看他們 他們欺負我 又開始裝白雷花了 來小可憐 那我看看 你今天要說什麼了 雪妃 這是阿恒自己的事 阿姨 宋靜宇三年都一直在國外 指不定已經跟其他男人搞在一起了 說不定 早就給江航都戴著臉帽子 這事要是傳到外面去 不像是集團的臉 終於被丟禁了 雪妃 沒證據的事 就別亂說 你馬上要結婚了 乖乖準備自己的婚禮 把心思呀 放在正道上 阿姨 你今天這是怎麼了 你當初不是也很討厭宋靜宇的嗎 這是怎麼了呀 阿恒 你這次出差 記得去燦星工作室的珠寶展 我看上一套珠寶 給我帶回來 沒想到燦星的設計真不錯 他們這種新興工作室 也有這麼好的作品 這是怎麼了呀 你是他的長輩 他不過是個窮端伙 靠著江恒哥 在江家養尊除了這麼些年 屁嘴 行啊行啊 阿恒的事呀 你少管 既然要結婚了 先管好自己的事 阿姨 阿姨 沒叫了 你給什麼聚營證嗎 你看這有人搭理你吧 送信員 你很得意是吧 夠了 你能夠 非要我叫服務員嗎 你趕著去 服務員 姐 你快等著 是 你媽這是怎麼了 我說了 我媽很喜歡燦星工作室的主設計師 你以後有機會去江家 可以看到更多 主推款 小舟訂製款 都有 什麼 所以啊 我媽現在對你的感情很複雜 你用你的才華征服 我不信 肯定是你都做了些什麼 我是做了一些事 顧顧貴跟姐弟 我媽如果沒有特別喜歡你 以她的性格 怎麼可能剛才那樣呢 走吧 怎麼下雨啊 上雨啊 快走 我們去學生計班賽 送信員回國了 他開了珠寶工作室 還跟江橫復合 他日子過得這麼舒坦 你就心甘情願的每天送快遞 我跟你說了 要一個就是把散碗我去做 趕緊洗洗吧 沒事了 去洗一洗一會兒感冒了 一會兒我讓你助理 把衣服送過來 那我去了 太太 你肯重新接受先生 實在太好了 他這幾年 天上看設計方面的書籍 想和您培養共同的話題 但設計這個東西 官網理論是沒用的 你回來以後 可以和先生說說 別執著設計類投資了 先生虧得有點小多了 但為了了解這個行情 反而愈操愈勇了 這麼多年了 怎麼還是那麼死鬧劫 傻子 靖遠 那個 你助理 你把衣服給 衣服幫我拿下 好 vase 吹什麼呀 不是沒抬 沒錢 spends我 먹 沒什麼 你趕緊拙頭髮去吧 啊 那個 那個 你明天早上還有事 我就 不擋擾你了 那好了 換衣服去 哎 会回来 都这么晚了 要不你就留这吧 这 不合适吧 今天要是回来的话 他会跟我说的 那 那我 睡沙发 睡觉 我认为你做什么事 我认为你做什么事 如果你通過了 你就重新在一起 謝謝你 謝謝你還願意給我機會 你來找我們幹什麼 你之前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宋靜宇他真的回來了 你說你們就住在這又破又舊的房子裡 而他宋靜宇憑藉著江家的影響力 隨便賣出一套首飾就十幾萬百八萬的收 你甘心嗎 賠錢貨現在會這麼好嗎 你在這發怒給誰看 要本身找他去啊 去就去非怒死不可 耀祖你別去 你忘了你之前花上你姐姐 江航是怎麼對你嗎 那個教訓你忘了嗎 再說了 江航每個月都在跟我們賺錢 你就別去鬧事了 一個男人一點血性都沒 怪不得宋靜宇看不上 既然如此就算了 是我看錯人了 你果然 你 耀祖不能去 走開 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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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是主角 無論穿什麼 你都是最引人注目的那個 正因為我是參星珠寶的複雜人 醉才應該慎重一點 不然 請出出陽下 應該是別人對你身中才對 別想這麼多 你只是新開了一夏天 又不是重新開始 你之前得的獎項 又不是多有趣必 江總可以來用你說話 我說的可是實話 既然工作室這麼優秀 那江總來都來了 不給工作室整個開門紅啊 No 不要的 是真正的開門紅 招怎麼解啊 你們讓的開門紅在那 你們這是什麼表情 大概是 希望有人給他個台階下吧 哎 我估計他下了這個台階 可能是你們工作室最大的客人 我也看出來了 阿姨身上帶的全都是我們工作室的首飾 我這就去給阿姨鋪上紅地毯 讓他舒舒服服的下台階 快點 我gy 我說說了我是不會騙你 要不要跟我合作 你自己做罪給 你拿五百萬讓我綁著那個賤人 江河也不可能喜歡你 你圖什麼 我得不到江河 他宋金玉也別想得到 我只有一個要求 讓宋金以後不許再出現我們面前 成交 宋大設計師 恭喜開業 謝謝 你們都好了 對啊 看不出來嗎 別看 要不我帶你參觀一下工作室 不了 我們可以記不出話嗎 可以啊 那附近有咖啡店我們去那吧 看好店 媽 媽 給點力啊 能不能把老婆帶回家 就看你了 金玉 我今天下我的飛機 準備走了 你的工作室 不是在國內嗎 其實 工作室的主要業務一直在國外 當初回國 也是為了開過新的市場 並不打算九六 誰要是這樣 金玉 賭氣也別走太久了 江衡他是真的愛你 你消息之後 然後 你們和合合在一起 真香 謝謝 让你笑 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出来 阿姨您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工作室这个季度主打的新品 我们负责人就只做了这一套 行了别拍马屁了 刷卡了 我妈今天消费 全部由我买 江总大气 哟 看来只有给你的新干宝贝掏钱了 才能得你几个笑脸呀 阿姨 小您这话说的 这分明是江恒对您的孝心啊 可算了吧 这几年他一天到晚摆个臭脸 要不是看在他设计的作品还不错 在国外还拿了几个大奖 才不会吧 哎 太人了 这顾客来消费了 也不知道出来说了 啊 他刚才出去了 回去等会就会 先生 出事了 刚才他的母亲赵来 小雪妃蛊惑她的弟弟 她才可能出事了 什么 怎么可能 怎么回事 他刚才跟小林一起出去了 怎么会出事呢 我已经去咖啡厅看过了 现在不在咖啡厅 喝个好姐姐 好久不见了 小姐姐 怎么做这落到我手里了吧 宋金宇啊 你不是一直靠着自己后点功夫 思索的鸡蛋的 我看看你今天要怎么 你看看你今天这狼狈的样子 真搞笑 怎么 求饶是吗 休想 我说你是废物 你还真的是废物 被一个女人先就逼自己 闭嘴你个贱女人 我废物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 子买的臭脸 你一个赔钱货 还整天给我谈未来谈理想 你配吗 你当时能有什么未来 老子告诉你 就算今天老子把你杀了 你没人会知道 告诉你 你不仅废物 你还愚蠢 在大庭广众之下绑架我 你以为别人都瞎吗 杨雪被绑我 是因为跟我有仇 你呢 不知道后果吗 再给我闭上 再多说一个字去挂花你的脸 说吧 你要干什么 还要问吗 我要让他永远都无法在勾引家 听说我求求你了 你看到我是金鱼母亲的份子 看着我主动告诉你的份子 你放过药主吧 我们宿家就是一条根根不够出事了 你还好意思求情 你儿子这是绑架这是犯法 要是金鱼有三长两短 你不是这样的呀 是瑶瑶 哭得他去干的 他是金鱼的亲密 他不会对金鱼真的做什么的呀 我求求你放下来 出口腿 李宁 你联系警方帮忙掉进空中 再让宝贝把摇雪飞控制住 是 关锦 你把工作室看好 开业第一天 不能出任何差错 好 那你要把金鱼安全带回来 至于你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 松药组会在什么地方 否则金鱼少一根头发 我都忍他千辈百辈地回来 雪飞 你这是犯法 我爱江横哥这么多年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出来横刀多爱 我告诉你 只有我才能配得上江横 怪不得 你们两个能够合作 像你们这样的人 从来不会从自己上车给你 只会怨天尤人 那一辈子废物 贱人 我 贱女人老子打死你我 等等 就算江横现在赶来 也来不及 好好享受吧 贱人 踩在老子头上要无言为这么多 我看了以后还有什么脸 老子告诉你 今天不杀 一定算是人质一净 给我杀 呃 真 金鱼 三头 姚姐妹 将那女后 我要来的姐 叫不叫 甘慧晚了 此前 呀 这怎么可能 两个怂慌 只会用这种下三烂的手 呃 你可贱呀女人 干这样对我是吧 但我告诉我妈 我会打死你不可 放狠话也只会找妈 你这辈子 是不是这样的 金鱼 他们对你做什么 就他们 能对我做什么 做梦吧 没事吧 你们两个要是没事 我就带他们回检局作笔录了 江哥 姐夫 不管我的事啊 都怪这个鸡人的活该的 你给我闭嘴 如果不是你姐 你绝对能回到现在呢 除了今天绑架的事情 之前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收集证据进行起诉 可能坐牢吧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都不用住院呢 金鱼啊 你现在走我不放心了 有什么不放心 金鱼 你就听我的 再住一天好不好 那就那天 大庭广众的 也不注意点 阿航 公共场合 注意情下 这 担任兵法 送什么公共场合 对了 你们怎么来了 来给你们送温暖啊 哎 正好 我这一天天 冰黄蝑乱的 快饿死我 那你可多吃点 这可是咱们工作室的大客户 亲手为你做的爱心餐 可别浪费了人家的一番好意 对了 工作室今天怎么样了 没有问题 咱们工作室创了开业以来 单日业绩的巅峰 算不算有问题 怎么可能 我们才开业多久啊 怎么可能有人买上千万的猪宝 嗯 没错 咱们的金主爸爸 就是许阿姨 他不仅一次性买了三套珠宝 听说你生病了 还特意回家给你做爱心餐呢 干嘛干嘛 你以为我愿意 要不是看着你可怜 谁愿意在这带 妈 你去哪 我回家 你妈谁愿意往医院跑啊 你如果没生病呀 就别老在医院待着 爱去哪去 家里不是没地方 啊 阿姨 你看吧 我说了 你已经成功征服了我妈 你妈这个人 要是不作妖不搞事 也不算能相处吗 嗯 嗯 那个静语啊 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那 我在这里 行了 нал означ 信夫轮轮吧 好好表现啊 嗯